在三国时代众多的英雄人物中 刘备一直是一个谜 他刚出道的时候一无所有 一闻不明 因为四处投靠他人 还背上了反复无常的骂名 然而他所到之处 却总是能够受到别人的尊重和热情的狂戴 曹操甚至认为 只有自己和刘备才是真正的英雄 而刘备当时没有自己的地方 也没有自己的军队 是在曹操那里寄人篱下 那么曹操为什么还要说刘备是英雄 在真实的历史上 曹操说过这句话 历史上的刘备 他的所作所为 是否配得上英雄这个评价 厦门大学义中天教授 做客白家奖谈 为您精彩品三国之 青梅竹酒 在上一集 我们讲到 曹操是非常会用人的 曹操会用人 是因为他会识人 也就是因为他会看人 他看人 可以达到入目三分的程度 所以对于不可一世的袁术 气焰嚣张的袁绍 他都不放在眼里 唯独对刘备另眼相看 而且说了 今天下英雄为始军 与曹操尔 这句话 这个故事 后来被三国演义 演义成一段 非常精彩的小说情节 这就是青梅竹酒 论音权 这个故事 在三国演义里面 大概是这样的 汉献帝的藏人 车骑将军 董成 受献帝一代中密造 当诸曹公 也就是汉献帝 在一代里面 藏了一封密造 给董成 要他把曹操干掉 那么董成呢 就找了一些 志同道合的人 一起来 搞这个宫廷政变 其中就找到了刘备 找到刘备以后 董成和刘备 刹去会盟 就是弄一杯酒 然后呢 把血搁进去 喝血酒 然后呢 立劝书名 写了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义状 叫做 大家都来签名 我们一定要保卫皇上 消灭朝贼 大家签名 车骑将军 董成 左将军 刘备 这时候干完了以后呢 刘备就跟董成说 这个事情是很机密的 我们要小心一点 不要引起 朝贼的怀疑 于是刘备回到 自己住的地方 就开始种菜 刘备在三国的乱世中 一直是东奔西走 到处寻找出头的机会 他怎么会和曹操同在朝廷中共事 并且还要参与宫廷政变 杀掉曹操 原来 刘备在镇压黄金军起家后 受到当时一些诸侯的重视 徐州木陶仙 曾在危难时 向刘备救救 后来 陶仙在病故前 将徐州交给了 刘备 但刘备又被原树屡不公党 刘备不能抵抗 于是被迫 投奔曹操 那么这一天 刘备正种菜呢 曹操 派人来请他 刘备只好跟着男人 到了曹府 曹操一见刘备 第一句话就是 将军在家干得好大事啊 当时吓得刘备 大惊失色 结果曹操说 你为什么在家里面种菜啊 原来是这个事 刘备才放下心来 然后曹操把刘备带到花园里面 说 说我当年行军的时候 遇到过一件事 就是没有水喝 于是我就跟士兵们说 前面就有一片梅林 那里面有很多青梅 可以止渴 所有的将士嘴巴里面 都生出唾液来了 这就是望梅止渴 这个典故的来历 那么现在呢 梅止又成熟了 我想起这段往事 觉得这个青梅呢 也正好用来做酒 我就用青梅煮了些酒 请你来和我一起喝酒 喝着喝着呢 就天上开始起了乌云 曹操就说 你看这个龙从云 虎从风 有云呢 它就必须有龙 有风呢 就会有虎 老虎是和风在一起的 龙的是和云在一起的 你看这个天上这个云 它多像龙啊 龙它是什么特点呢 龙它变化无常 雄心壮志 就像英雄一样 我们是不是来讨论一下 当今谁是英雄啊 刘备说你看 我刘备 哪有资格讨论英雄呢 我也有认不得几个人嘛 曹操说不要紧了 你不认识这些人 你听总听说过吧 你看看都是哪些人是英雄啊 刘备说比方说袁树啊 曹操说重重枯骨 袁绍啊 何足为律 刘备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一路数下来 曹操都说不是英雄 刘备说 那刘备就不知道谁是英雄了 那么曹操用手指的下刘备 又指的下自己说 今天下英雄 唯使君与曹尔 当时刘备正在吃饭 可能是一只手拿着筷子 一只手拿着勺子 啪啪 筷子和勺子就掉地下了 曹操说你何至于此呢 正好天上打雷 刘备说 哎呀你看这打雷啊 这雷把我吓的 那么刘备回到住处以后 就跟关羽和张飞说 这个地方咱不能待了 因为曹操这句话等于说 将来和他争天下的就是我呀 他能容得下我吗 我们得找个机会走 那么正好呢 曹操需要有人去拦截元树 刘备就去了 这就是青梅竹酒 论英雄大概的故事情节 三国演义这一段 从文学的角度讲 写得非常的精彩 从历史的角度讲 大体真实 因为他的所有的这些说法 都是有来历的 比方说 曹操说的那句话 这个是三国志里面有记载的 董臣受现帝的一代密照 三国志和后汉书都有记载 三国演义里 写青梅竹酒论英雄 其中写道 刘备因为秘密参加了 推翻曹操的一代照事件 所以心里有鬼 听到曹操说出 仅天下英雄 唯使君于曹尔这句话号 以为曹操知道了内幕 架的筷子掉到了地上 一回家就要开溜 一代照事件真的存在了 如果存在 他还只是在密谋阶段 刘备为什么就要慌慌张张地逃跑 对于这件事情 义中天先生是怎么认为的呢 我的看法呢是这样 一代照这个事情是三国志和后汉书都记录在案的 估计可能有 我们要看看三国志是怎么记载的 三国志的记载是这样 车骑将军董成 受现帝一代中 历照 当诸曹公 先祖未发 就是刘备 开始的时候 没掺和这件事 事实 曹公 从容为先祖曰 今天下英雄 为使君于曹尔 碰巧这个时候呢 曹操不知道 发了什么神经 莫名其妙跟刘备说了这句话 于是刘备怎么样 碎语成等 他有碎语两个字 你说 于是刘备 才和董成结盟了 碰巧 刘备又被曹操拍出去打袁绍 未发 所以又没有残伙进去 这两个碰巧 太巧了 逻辑上有问题 所以三国演义就把这个次序颠倒了 是刘备先参加了董成的这个密谋 然后呢 然后呢 又曹操又说了一句话 所以刘备就跑了 那这样一来 从逻辑上讲的是通了 但是 刘备的人品就可以了 你不是和董成 赌咒发誓 杀却会蒙 历劝疏民 铁来心 要干掉那朝贼吗 那怎么事情还 还没开始 你才见了一根锦绳 就像见了蛇一样的 就溜之大吉了呢 你应该留在京城观望一会儿 看看有没有机会下手啊 那么对于刘备来说 是万岁爷的性命重要呢 还是你刘备的性命重要呢 你就是这样做忠诚的吗 忠诚不是应该为国献身吗 为国捐躯吗 为皇上分忧吗 你怎么拔腿就跑了呢 那么又有了问题 那这样一来 问题就集中在一个问题上 就是刘备去拦截元树 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的 还是曹操派他去的 三国志先祖传的说法 让我们感觉到 是曹操派他去的 叫做会见使 这个会就是碰巧 被派出去了 所以刘备呢 不是贪生怕死 不是背信弃异 是身不由己 这是把为刘备做了一个演示 但是三国志的 陈玉传的记载不一样 陈玉传怎么记载呢 就是刘备带兵去拦截元树以后 陈玉和郭家得到消息 马上去找曹操 然后陈玉说了一句话 陈玉说什么呢 宫前日不徒贝 宫前日不徒贝 御等尘不及也 经戒之以兵 必有异心 戒之以兵 必有异心 这句话怎么理解 就是刘备 不但主动地要求 出去截南 元树 因为当时元树准备和元绍会合 而且还向曹操借了兵 曹操还借了军队给他 陈玉说 这就是刘备有异心的证据 曹操听了以后后悔 派人再去追 追不回来了 然后刘备一到徐州 就把徐州刺死 车揍杀了 自己占了徐州 当然他运气出奇的好 碰巧这个时候 元树又死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来 刘备是主动要求去拦截元树的 而他去拦截元树是一个借口 实际上是要逃离曹操的控制 刘备这样做的根本原因 在于他是一个英雄 既然是英雄 他就不会心甘情愿的寄人篱下 他迟早要走 直接原因 则是曹操说了一句话 戳穿了他的心思 他觉得自己 不可能再 掏灰下去了 那么由此推出来的结论呢 应该是曹操说了这句话 但是曹操又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 曹操说这句话等于挑明了 争夺天下的就是我们俩 既然曹操是这样认为的 他就应该把刘备杀了 不是少一个争天下的吗 即便他不把刘备杀了 他也至少要把刘备扣起来 软禁起来 怎么把他放跑呢 为什么放跑了他不说 还要借给他军队呢 你这叫做什么 放虎归山 还如虎添翼 以曹操之狡诈 或者说聪明 他不该干这个蠢事 这样一推论下来 我们反过来又觉得 整个的事件都可疑 整个事件都是可疑的 事件的可疑之处在于 曹操青梅竹酒 认为蒲天之家 只有他和刘备 才算得上是英雄 但刘备既然参加了 推翻曹操的一代照片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结论呢 是第一 刘备是英雄 第二 曹操说了这句话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刘备是不是英雄 说刘备是英雄呢 很多人难以接受 这也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 三国演义给我们的印象呢 刘备这人是一窝囊费 也就两大本事 第一是会哭 第二是会跑 说刘备哭荆州嘛 大家都知道嘛 他借了荆州以后 这个鲁树来讨还荆州 刘备就问诸葛亮怎么办的 诸葛亮说很简单 你就哭啊 你一哭呢 鲁树不就没主张吗 其实呢 这个这是不真实的 第一呢 刘备呢 也不是只会哭和跑 他还会别的 第二呢 哭和跑呢 也不丢人 也不能证明他窝囊 证明他不是英雄 因为我们要看他为什么哭 为什么跑 打的赢就打 打不赢就跑 这很正常嘛 打不赢我不跑 我等死啊 那当然要跑 是不是啊 那么哭呢 也看他为什么哭 那比方说关羽死了 他哭 那不丢人嘛 那那是他的情意啊 实际上我们去看曹操 曹操跑不跑 曹操也没少跑啊 对不对 曹操刚开始起兵的时候 也是打不赢就跑啊 有次还是曹洪把马戒给他 才跑掉的 曹操哭不哭 郭家死了 曹操也哭啊 还有很多人 他的朋友报信啊 什么死了 曹操也是哭的啊 怎么曹操和他跑 和哭就不丢人 刘备跑 哭就丢人 那这不公平吗 但是怎么说 你都觉得刘备这个人不像英雄 好 我们先看刘备不像英雄的表现 四点 第一点 刘备没有强大的军队 刘备起兵的时候 也是靠财团资助的 是中山国的两个大商人 叫张世平和书双 资助了刘备一笔钱 刘备就招募了一些军队 但是估计这个军队规模很小 因为刘备带着这个军队去讨伐黄金以后 得到的赏赐是什么呢 就任安喜位 就是安喜县的县位 换现在话说是副县级公安局长 可见人马不多 以后的刘备的也一直没有太像样的军队 所以我们在史书上经常看到的是刘备借兵 刘备那个时候向别人借兵 还借将 他不是借过赵云 刘备借兵借将 说实话 比我现在借钱还方便 张口就借 现在咱借个钱还真不好意思开口 没有什么像样的军队 我们知道那是一个乱世 乱世的特点是什么 乱世英雄起四方 有枪就是草头王 那刘备没什么枪 他就不是草头王 他怎么是英雄呢 这是第一点 第二呢 刘备没有稳固的地方 他老在那飘着 好容易得到一块地方呢 他很快就没了 比方说徐州 陶迁也让给他 其他的人也赞成他去 代理徐州的这个政务 那刚刚得手 就旅步把他拿走了 所以他只好东奔西走的 投靠他人 招勤募处的寄人篱下 所以刘备有一次喝醉了酒以后 他痛苦流涕 说我刘备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基本 基本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就是根据地 我刘备要是有一块根据地 现在那些人哪里是我的对手 第三点 刘备也没有像样的战功 什么三鹰战部 温九展华雄 这些赫赫有名的战绩 那是罗冠中帮他打的 而我们看三国志正史的记载 经常看到是四个字 先祖拜祭 打败了 当然他也打过一些胜仗 小仗 没有什么有名的仗 前期军阀割据 诸侯混战的时候 荡平天下的是谁 是曹操啊 哪一个军阀 比方说吕布也好 袁树也好 袁绍也好 哪一个是刘备干掉的 而且刘备打仗也是不行的 刘备从曹操那逃走以后 得到了徐州 听到得到消息 说曹操要打他 刘备还不相信 说曹操要跟袁绍打仗 怎么会来打我呢 等到他出名一看 看见曹操的旗子 亮出来了 开过来了 他自己吓得掉头就跑 所有人都顾不上 这怎么像英雄呢 第四 刘备也没有太大的名气 袁树就曾经非常蔑视的说 树生年以来不只有刘备 就是我袁树活了一辈子 没听说是什么刘备的 还有个事情可以证明 刘备没有名 就是刘备当平原相的时候 孔荣当北海相 孔荣被黄金军包围了 没有办法 派太史词突围出来找刘备 请刘备去救援 这个太史词找到刘备 刘备的反应是什么呢 后汉书的记载是 金月 很吃惊地说 孔北海 富之天下 有刘备 孔荣还知道天下 有个叫刘备的 这个情节在三国志的描述是 刘备 脸容乐 脸容的就是很严肃的 那么这两个记录哪一个更真实呢 我认为是后汉书的更真实 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这两种表情 那太史词来说 我们孔北海被黄金军包围了 请刘将军派兵救援 肃然起情说 孔北海还知道有刘备啊 这是一种表情 金月是什么呢 孔北海还知道天下有刘备啊 可见没有名吗 而且希望有人知道 所以刘备是没有强大的队伍 没有稳固的地盘 没有像样的战功 没有太大的名气 可是这样一个人 所到之处 却备受欢迎和尊敬 去两个人就可以了 一个是曹操 刘备投奔曹操以后 曹操给他的待遇是什么呢 出则同欲 坐则同膝 就出去以后呢 坐一辆车子 进来以后呢 坐一个席位 待遇高吧 后来他去投奔袁绍 袁绍给他的待遇是什么呢 出城二百里相迎 那么为什么呢 答案只有一个 就是这些人 都认为刘备是英雄 出了元素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 我们可以看出 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 刘备开始并没有自己的地盘 整日东奔西走 到处寄人篱下 看别人的脸色形 他在很多方面的表现 看上去都不太像是一个英雄 到了小说三国演义中 更是把刘备描写得窝窝囊囊 除了一会呼 二会跑 别的本事是一样没有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刘备 是英雄吗 是 有什么证据 四个证据 第一 刘备有英雄之志 刘备投奔刘表以后 有时和刘表一起 重任天下英雄 有个许诗的人 就发表一个议论 就说到一个叫陈登的人 陈登的字呢 叫袁龙 许诗说这个陈袁龙 这个人没有礼貌 他说我到夏匹去见陈袁龙 陈袁龙半天不跟我说话 最后呢 自顾自的跑到一个大床上去睡 让我睡小床 刘备就发表意见了 说许先生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术有国事之名 大家都把你看作国事 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 真是需要你这样的国事出来 为国家分忧 来平定天下的 可是你整天干什么呢 求田问社 整天买地买房子 这样的人 袁龙先生是看不起的 他怎么会跟你说话 实话说 你也是运气好碰上了袁龙先生 你要是碰到我刘备这样的小人 我恨不得自己睡在楼上 让你睡地下 还说什么大床小床 有英雄之志 而且这个例子还说明什么 说明刘备有英雄之气 刘备并不是我们想象的窝窝囊囊 只会跑只会哭的窝囊匪 他也是性情之中人 第三点 刘备有英雄之魂 我们知道刘备的前半生 是很糟糕的 史书上的说法是八个字 五义其主 四师七子 不停地投靠他人 又不停地 遭到挫折和失败 说实在换了别人 尤其是一个英雄自诩的人 不说是早就自杀了吧 至少也早就灰心上气了 早就不赖烦了 但是我们看看史书上的记载 何曾见过刘备灰心上气 只见他屡败屡战 他不甘心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有英雄之魂 最后一句 刘备有英雄之魂 对于刘备这个人 史书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 一个评价是吕布的部将的评价 因为刘备也短时间地投靠过吕布 吕布的部将当时就跟吕布说 刘备这个人要反复难养 这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养不住的白眼狼 你别养他了 就是反复难养 另一个评价是袁绍做出来的 说刘玄德红雅有信义 刘备这个人是很讲诚信和义气的 袁绍也还是会看人的 也不是那么差 那么这个评价是相反的 但是不矛盾 为什么不矛盾呢 很简单 看对谁 刘备是一个有英雄之志 英雄之气 英雄之魂的人 所以他绝不会心甘情愿地 长时间地 永远地寄人篱下 所以对于他的投靠对象 他是反复难养 但作为一个英雄 他肯定要广纳人才 团结一批人 来完成他的事业 所以他对于他的依靠对象 他是红雅有信义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关羽和张飞 关羽和张飞跟了刘备以后 就跟了一辈子 关羽还来了一个千里走单旗 为什么呢 就是刘备重义啊 按照史书上的记载 刘备和关羽张飞的这个关系 表面上看是兄弟 实际上是君臣 因为一旦出席正式场合的时候 刘备坐在当中 关羽和张飞是站在后面的 对外他们是君臣关系 回家是兄弟关系 书上的记载叫做 请则同床 就是刘备经常是跟他 跟他这两个兄弟 睡在一张床上 这就是英雄之意 这就是兄弟情义 只不过呢 我有一点没弄明白 就是刘备和关羽张飞 都睡在一张床上的时候 他们的太太在哪里 刘备是英雄 关羽看出来了 张飞看出来了 后来诸葛亮也看出来了 那要说曹操看不出来 恐怕讲不通 应该说曹操也看出来了 那么问题在于曹操看出来 不等于要说出来呀 曹操能够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 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先一步把汉宪帝 牵到自己的地盘许献 从而齐天子已令诸侯 这说明曹操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 但为什么在青梅煮酒的时候 曹操却会当着刘备的面 说只有自己和刘备 才是当今天下的英雄 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对于这件事 乃宫帝先生又是怎样分析的呢 他为什么要说出来呢 我们现在也只能提供几种猜测性的意见 供大家参考 不能是定论 一种猜测性的意见 这曹操这个人还是不够稳重的 因为他毕竟是性情中人的 有私人气质嘛 可能哪天酒喝多了一点 一不小心就把不该说的话说出来了 有这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你可以以解为火力增长 敲山正虎 那我就跟你说出来 看你认不认 看你怎么行动 且看他如何动作 这也可以解释 那意思就是说 咱俩谁也别装孙子 咱俩心里都明白 咱俩谁不比谁聪明 谁不比谁傻 天下英雄就咱俩 你看着办 果然留被孙子装不下去了 找个机会留着打击 那刘备逃走的是可以理解的 哥我们也得逃啊 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 你还不走 等死啊 曹操为什么要放呢 这么又想不通啊 也只能提出一点猜测性的意见 第一种可能呢 曹操现在还不是坚决 他还不那么心狠手 等曹操到了晚年 变成滴滴道道的奸凶的时候 他杀起人来真是不眨眼睛 包括杀掉了人品一流的炊眼 和智慧一流的寻遇 第二种可能呢 是曹操这个时候还要做容人状 当时 陈玉他们建议曹操杀掉刘备的时候 曹操的回答是这样的 方金收天下英雄之使 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 不可 现在正是收买人心的时候 刘备他又孙子装得很好 是吧 你找不到他什么过错 大家又认为他是个英雄 你把他杀了 你食天下之心 这个不行 那么第三种可能呢 是我个人认为可能性最大的一种 就是曹操虽然看出了 刘备有英雄之志 英雄之气 英雄之魂 英雄之意 是个英雄 但没有用武之地 没有地盘了 没有军队 没有自己的军事集团了 而一个没有用武之地的英雄 可以不算是英雄 可以不必太防范 可以等他将来 相不相要是个英雄的时候 再收拾不辞 我个人认为 这一种可能性也许较大 反正不管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原因 总而言之曹操是把刘备放走了 也不管曹操是怎么盘算的 人算都不如天算 曹操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甚至我们还可以肯定的说 不但曹操没有想到 究竟刘备自己也没有想到 青梅竹酒八年之后 有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从山林中走出 成为刘备的总参谋长 这一下子 刘备就咸鱼翻身了 因为正是这个人 帮助刘备 取得了用武之地 刘备不但有了自己的地盘 而且这个地盘还越做越大 最后和曹操孙权 形成了三国顶足而立的事态 这个人的名字 我们都知道 他叫诸葛亮 诸葛亮出山以后 命运的天平就开始向刘备倾斜 而更加让人想不到的是 同一年曹操最重要的谋事 国家去世了 诸葛亮出山 国家去世 潮流两方的力量 开始发现 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 那么诸葛亮的出山的重要 这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国家的去世 有那么重要吗 国家又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呢 请看下集 天生奇才